介绍博客来排行榜里面 上销书里面的话 目前第一名 电脑书方面第一名是这本书 其实就用VBA抓 当网络爬虫 不过其实我也实际上用过 我上课也教过 但我觉得还是没有Python来的好用 所以如果爬虫部分 我建议干脆直接跳 跳过VBA直接用Python 可能相对会比 直接用VBA来的简单一些些 主要原因是因为 在Python里面有一些模组 是非常好用 今天的话至少 你要会一个模组 其实就比VBA强大太多了 然后另外的话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 把你需要抓的东西给抓下来 这本书里面我是觉得 它还是值得参考的地方 就是说虽然它是用VBA 不过它里面有讲一些 基本的相关知识 比如说你要爬网络资料的话 第一个的话 你一定要先对那个 网页的结构 一定要有一定了解 因为网页里面的话 我前面讲过嘛 你一定是一个HTML 不管你哪个网页 右键也没有 这边都有个解释原始码 OK 那它就长这样子 所以你要爬它里面的资料 你不是说你看到的东西 你要爬的是爬后面的东西 后面的东西至少包含几个东西 第一个HTML 里面有很多标签 有头有尾 第二个的话 CSS 就是一class 它什么class 哪一个 以下的话它有什么 class 有没有Aclass 只要是class的话就类别 其实CSS有点像样式 阶层样式表 那我们就是 基本上样式就放在CSS 那HTML的话 就是它基本的标签 那另外的话还有JavaScript 你会发现有没有language 等于JavaScript 所以基本上网页有这三个 另外如果严格在讲 这是前端的 JavaScript是属于前端的程式 那另外还有后端的东西 所以如果说你前端熟 你后端不熟 你要抓资料 可能也会有一些盲点 所以你要抓资料 不是说你现在就直接操作就OK了 你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基础的知识 要了解 但我们不可能说把这些基础 是全部讲完 再来讲爬虫吧 所以基本上如果可能的话 我是建议各位 可以先看一些相关类似这种书 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它起得还不错 OK 那我也帮它写个序的 这本书卖得超好 OK 不过它卖得好 可能跟我没有关系 我没有 好 底下你可以发现 底下几乎都是Essal 不就是Essal 不就是Python 因为现在最夯的 可能就学这两个 之前可能像R R语言还蛮夯的 不过 我当然最早已经就没有非常看好R 因为我觉得它应该 因为它跟Python有很多地方是重叠的 那Python 能做到的 R能做到的Python 基础都可以取代它 但是很多地方 Python能做的 R不见得能做 也就是说你学一个 导步 你最好是可以通用的 OK 那所以Python的话 后期之秀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底下 几乎没有看到R的书籍 好像几乎只有VBA 其实VBA跟什么呢 跟Python 这实在是 剩下 难道就剩这两类吗 当然不是 还有更多 OK 那最好是你可以把它结合易用 所以基本上的话 大家先说明一下 那上个礼拜呢 我们主要讲到几个重点 最重要应该就是 跟那个资料库有关的 所以我们有那个 汇源资料把它汇到资料库 那资料库里面包含 我讲过了 不外乎就建资料库 建资料表 资料表的栏位 栏位的形态 然后再来就是说呢 你要学会新增 查询 删除 修改 OK 那范例里面都有 基本上这四招 大概一个专案里面 应该就足够使用了 而且我觉得资料库 最厉害的地方是 从我刚入行 大概二三十年 都几乎没什么改变 那前端的语言不断在改变 像我最早入行的时候 那时候最夯的是VB VB3 VB4 VB5 VB6 然后VB大内测 中间又有网页就ASP 那早期当然有CGI 不过CGI 后来就没有了 然后慢慢又改PHP 那ASP等等的 最后再来就是APP 那后端都会用到资料库 资料库都没有改变 没什么多大 就是C口语法 改变最大就是 那个前面的程式语言 也就是说 当然每个语言 一定会用到资料库 所以呢 应该讲起来重要性 应该五十五十 可是你会发现学资料库 投资报酬率很高 为什么因为都没有变 学一个 你会发现都OK 会变成就前面的语言 变了一下而已 OK 那我们前面主要是了解这些 另外我讲到有关像那个 我们是用Sequel Live 是单机的 所以未来如果说 你们要跨电脑的话 可能要用像MySequel 或MSSequel这种 比较大型的 Server型的资料库 那如果是你要跨什么 跨手机APP 或者是跨英特内的话 可能又可以学一个叫File Base 就是云端式的资料库 那东西的话就在云端上面 你可以去把资料从云端 资料库捞下来 那可以在任何装置 不管你是PC也好 或者是你是手机平板 OK 那这些东西云端上 我都有补充 只是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讲那么多东西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再花一点时间看一下 OK 这些东西的话 我比较诉求就是 你学 不要只学单一城市 因为其实很多应用 都不可能只是单一个城市 可以完成的事情 另外的话 你还要看 每一种语言的特性 你要去抓到它的优点 然后彼此之间互相 应该叫什么 混搭的应用吧 有没有 就类似像那个 如果汽车就还不利嘛 对不对 你看起步的时候用电 等到它起步上来的时候 再用油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最好 其实最好油的时候 是起步那一瞬间 所以它很聪明嘛 可以让那个 耗油量 哇 大大降低 对不对 其实类似嘛 我们也可以混搭一下 语言的应用的话 不外物就解决问题嘛 如何让你的解决方案 能够是比较不会花太多力气 然后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想应该可以大家再试试看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就来看那个云端白板里面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 第0604的一个网页截取资料 我们上个礼拜应该不只讲这个吧 还有讲到那个 还有讲到那个抓资料 不过request 我们是抓那个CSV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是要抓HTML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会牵涉到一些问题 像我刚刚讲按右键 你会检视原始码 那如果你要抓网页 会比CSV更复杂的地方 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些东西 那可是啊 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 我可以不要花太多时间 又可以很快知道我想抓什么 然后可以按照一定的步骤就可以把我要的资料给抓下来 当然可以 比如说我们先举一个例子 这边我大概今天会安排了总共五个范例 五个范例三个小孩讲完其实很拼 不过也许就拼拼看 所以大概几个范例 第一个的话 0604这一个范例 这个所以待会请各位找一下 叫网页资料截取 基础与那个外汇资料下载 这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打开来之后的话 第一个的话我们会需要安装一个什么呢 Beautiful是不是 OK 那这个套件的话基本上呢 非常重要 因为呢 如果你要抓HTML CSS的话 就是网页里面东西 它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可以把以前很麻烦的 你必须要分析那个网页原始码里面的相关的那些内容 你可以把它去掉 就是说它可以自动帮你找到你要找的那个标签 标签底下的那个哪一个类别的资料 然后呢 分别把里面的文字啦 或者里面的资料 帮你把它抓回来 比如说我第一个 我举例子就是那个 范例一 我们可以抓什么呢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那个YouTube YouTube的那个清单 所以我每次上课不是在论坛里面 我这边都有一个这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的话 实际上 假如你要用Python写一个下载程式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不过要写一个下载程式稍微复杂 我们先不要写那么复杂的东西 我只需要做一个什么 因为在做下载之前 我需要知道第一个 这个影片的名称叫什么 第二个 这个影片的连结在哪里 那你再给后面的模组去抓 里面的影片把它存档起来 不就可以变成一个什么呢 一个下载YouTube的影片的一个程式了 真的可以写完 而且你们那本书里面就有了 OK那但是前半段我们会讲 后半段请你们自己再参考那本书 因为后半段部分的话 其实书里就有了 你们自己再看一下 因为我们没那么多时间 所以第一个我们会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我如何去抓到它的标题 第二个抓到它里面的超连结 那其实这个标题的话 其实就是里面的test 那我要怎么刚好抓 第一个 当然以前的做法按右键 检视原始码 那一样嘛 里面光看到原始码 头都晕了 不过真的嘛 之前有去参加研习吧 有个老师还真厉害 真厉害 他还真的是在里面这样这样这样找 找到头晕了 其实我教这个方法 以后呢 你不需要用那个检视原始码 但是你要用另外一招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如果你要找的 这个网页的某一些特征 有没有 记得你就在这个特征上方 记得按右键 找到里面的检查 有没有 关键的地方就在这个检查 因为这个检查的话 他会自动帮你跳到 这一个你要找的特征的那个相对的HTML位置就好了 你就不用特别还要在那边找那个这个 标签他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第一个 你要学习怎么样按右键 比如这个按右键 检查一下 那他会在我们的 理论上应该会在右边 我把它大可到右 到这边 你按右边之后 你会发现 他会自动跳出 他原始码所在的位置 OK 有没有发现 另外的话 如果你移动他的话 他也会改变 有没有 我这个地方 假如说我改变了 有没有 我指这边的话 你会发现 他会跳到这里 而且告诉你说 相对于那个网页上面的位置就在这里 所以如果我要抓的资料是在哪里 你会发现 点到这里 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要的东西在这里 它是一个TD 有没有 TD的话就是储存格 OK 储存格里面的话 它有class class是CS 它类别叫这个 然后另外的话 它有一个A A就超连结 超连class叫这一个 所以基本上 我们如果要抓的话 我就抓到它的特征 然后它的特征就class 就这一个 那我就可以用BeautifulSup4 里面的方法 去把它get回来 我要抓就是抓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里面有包含几个地方 就是它的超连结 这个是我要的 那超连结放在哪一个呢 放在HREF里面 所以我就抓它的属性 叫HREF的属性 后面东西帮我抓过来 另外呢 这个A里面的文字的话 它会放在text里面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test给get回来 大家怎么做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先执行给各位看 不过一样的动作 上个礼拜我们有request 已经安装好 但是今天的话呢 这个BeautifulSup 这BeautifulSup 我执行一下 应该是会错 因为它会跟我讲说 应该是也是跟上个礼拜 类似的状况 它找不到什么呢 找不到No Module 叫什么BS4 那我们是用BS4里面的这个BeautifulSup模组 OK 它可能是一个package package里面的一个模组叫BeautifulSup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装起来 装的方法还记得吧 上礼拜有讲过 一先找到哪里呢 找到那个我们的Python的那个路径 我是放在我们的Python3732 2的话呢 两个方法 如果你电脑里只有一个版本 那你就直接到Script里面 直接这边打CNB 然后打那个Python Install 然后就BeautifulSup4 但是因为我们这台电脑装了很多个 Python的版本 所以要用方法2 方法2的话呢 记得是在Python的根目底下 不是这里哦 是外面这边点一下 然后打一个CNB Enter一下 它会帮我把什么呢 把那个这个路径 有没有 直接就摆在前面 C点底下那个 那我要执行什么 执行那个指令 那个指令 如果你背不起来的话 没关系 我在云端白板的0604里面 这边上面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单一的是这个 我刚刚讲 因为我们这个电脑有多个版本 多个这个Python 所以我用这个 Python 然后空一格一个 一个-M 然后后面一样 我用Ctrl C 这样比较不会错 然后把它直接贴上 这样好像按右键就贴上了 接下来的话一按Enter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到那个Python的 那个这个Pype的Server上面 去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BeautifulSup 帮我抓下来了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你看到什么Succeed Install OK 这样就表示成功了 不过底下它有说 要叫你upgrade这个什么呢 你的那个 那个什么呢 版本 就是你Pype的版本 不过这个你不upgrade 没关系 不影响 反正都可以抓得到 OK 这样的话就成功了 成功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抓什么 你们可以抓 上个礼拜这个啦 这边有个超连结 我希望我要抓的东西就是抓 这总共七段影片 我要抓的是七个名称 那名称下方呢 给我它的网址 所以可能就是标题 上面就标题 下面就是网址 那我希望帮我把它列出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该怎么说 我不是用人工 我要用那个爬虫来做的话 其实相当简单 第一个的话呢 我一样用那个request 因为request等于是把原始码抓下来的 但是原始码里面的话 太多东西了 那我可以用beautiful soup 所以你可以frombs4 就是一个套件 里面impost这个东西 叫beautiful soup 那已经装了啦 理论上应该OK 再来的话用html 这是request里面有个get 跟上个礼拜一样 get什么呢 把这个网址贴上 这个网址的话 基本上get后面呢 就是把这个清单 有没有 把它复制一下 因为我要抓的是这个网页 然后把这个网址贴上 OK 贴到这边 所以是request里面get方法 然后给它一个网址 另外的话呢 get回来之后的话呢 会丢到那个html 不过 我们会用一个beautiful soup 这个方法 它里面的话呢 把我们get回来原始码 其实html.test 实际上就是 我们刚刚看到 按右键原始码 放到这里 然后后面固定会用 那个html的parse 这个固定的参数 也意思就是说 我要把这个原始码 放到这边 帮我做分析 所以它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就丢给前面一个物件SP 这个SP物件 实际上就是beautiful soup 产生的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里面最重要的 你就执行两个方法 非常好奇 一个叫find 一个叫findall find跟findall的差别 其实就跟我们之前读档 读档是readerline 如果你要读很多个档 就readerline加S 有很多行 这个道理一样 find的话 如果说你要找的那个 比如说你的class 只有一个的话 你就find一次就好 那如果你要findall的话 表示说你不止一个 那个class 你要找的特征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大概就用这两个就够了 find跟findall findall尤其重要 但是find的话呢 回来 跟findall回来的东西 find的话 它都会放在一个串列里 find应该是放在一个字串 那findall的话会放在串列里面 OK 可能要注意一下 放串列里面 这个跟那个读档那个很像 那我把这个 先把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非常简单 如果你做完之后的话 它直接执行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没有发现 标题 就是刚刚这个 所以你可以比对一下 基本上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网页里面 如果说我这个网页里面的 所有东西的话 基本上呢 就会直接 整个把它下载下来了 OK 那你可以比对一下 你会发现 总有七个嘛 1234567 那网页的话呢 就是把它里面的HTM 那个 它的HDREF里面的属性抓过来 所以它基本上抓到 应该是抓这个 你会发现 因为它的HREF 里面呢 没有加那个HDV 那个 所以它抓到的这个 当然未来 如果你要显示是完整的 那个 这个 你可以自己再加什么 加那个 就是 YouTube叫前面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个 先了解一下 第一个范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把那个 Beautiful Shub 4 把它装起来 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针对 刚刚讲的 细节部分在做说明 如果你会用Beautiful Shub 4 其实基本上呢 后面很多 爬网路资料 其实真的就蛮简单的 你只要注意就是说 后面你要找一些特征 困难的地方 应该就是找那个HTML 你的那个特征 OK 然后针对那个特征 再丢给 那个Beautiful Shub 4 的Find方法 去帮我怎么样 Find 如果只有一个 那你就Find 一次 OK 如果你是很多个 那你就Find all 那它会在原始码里面 帮你把 你需要找到的 那个类别的资料 全部都先帮你 get回来 OK 先试一下